国民党花联县党部门口设置的 反莱猪互健康大型看板 遭到不明人士喷绿漆破坏 9号的中午花联分局宣布破案 过滤了150支道路监视器之后 在花联地检署检察官的会同之下 9号中午宣布破案 反莱猪问题在各地发酵之后 发生在11月30号的 国民党花联县党部门口设置 反莱猪互健康大型看板 遭到不明人士喷绿漆破坏 在警方的调查之后 在9号的中午花联分局宣布破案 那有关在11月30号凌晨 发生在国民党花联县党部 大门口的官反莱猪文宣刊板 遭到喷气案 那花联分局的巡逻远警 在巡逻发现的时候呢 立刻作为一个通报 那我们也立刻组成专案小组 跟调集监视器的阴眼小组 过滤分析将近150支 公家跟私人的一个镜头 那顺利呢 掌握嫌犯的一个特征 那由花联地检署的检察官 刘孟希来指挥侦办 那本案在今天中午 我们顺利执行搜索 并将涉案的嫌犯查起盗案 那涉案人的部分呢 就我们了解他的背景是单纯的 家庭也是小康 那他本身呢 他是表示说 他对于这个文宣的内容 他不能苟同 所以基于他不能苟同内容的一个理念 所以他起意去买个两罐喷漆 来做一个最堪反 做一个喷漆的一个动作 本案呢 我们将以刑法的毁损罪 移送地检署来侦办 那我们警方最后呼吁 民主社会 我们务必尊重多元 凡事逾越法律的红线 我们警方一定研究不劳 从严就办 警方说明 涉案人对于文宣的内容不予苟同 所以特地去买了两瓶绿色喷漆 在对于国民党花联县党部门口 所设置的看板进行拨还 记者林杰花联系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